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是蔡林仪针对南部的大雨造成很大的灾情 他说老天有眼 因为民进党强调治水很好 所以老天爷就来打脸民进党 把南部烟透透 像这个概念一出来民众哗了 然后换他老公吴敦义上场 国民党前阵子不是发起三个公投联署吗 结果联署书送到中选会之后 选务人员发现 将近2%的联署者 不是笔迹一样 就是联署者 根本早就往生了 所以根本就是伪造的 可是针对这些离谱的状况 吴敦义他说 有这么多联署书 其中一些不符合规定 这也是难免的 这话一出 也是让很多人傻眼 不过老实讲 吴敦义跟蔡令仪 如果他们的话 互相对调的话 就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了 也就是说 老天下大雨 人民受苦 如果蔡令仪 他说 这也是难免的了 那是不是大家 就还可以接受呢 对不对 然后联署书出状况 那吴敦义马上说 往生的人也来牵制 这是老天有眼 就问大家一听 他把这个责任推给老天 是不是也顺势 就把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了呢 所以身为政治人物 有的时候 同一句话 不同的人来讲 效果呢 就是不一样 老婆把老公要讲的话 哪来讲 老公呢 把老婆的话 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面 有的时候运气好 就是能够化显为夷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说 老天有眼了 这也是难免的了 是不是 好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 今天是哪位来宾 来跟我聊天 这也是难免的了 这也是难免的了 Zither Harp 现在希望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激进党当主席 陈一琦 一琦欢迎 是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光远大家好 一琦其实我们认识也很久吧 是 我大概在2012年 2013年开始有进入政治的这种想法 那个时候其实我可以聊天 然后我喜欢听人家聊天的人里面 我觉得一琦是特别的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一琦比较有生活经验 这生活经验太重要了 是吧 因为我所谓的生活经验是你也懂生活 那生活也还不是一般的生活 生活里面基本上还是要有一个文化的脉络 所以我会觉得在台湾的新生代的政党里 一琦你真的跟其他的很多政党的那些 头头非常不一样 那我要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叫激进 因为大家讲到激进的时候 常常会想到另外那个 比较像是激烈的激的激进 是 你们当初没有任何的考量吗 有 我们一开始 现在叫激进党 但之前其实有四个字叫激进侧义 其实它这四个字包装起来 是一个所谓的 Political strategy 政治战略 OK 是我觉得是在2010年之后 为了应付台湾的需求 必须要催生出一个新的政治战略 叫激进车移 然后我们先来讲激进的这个 这个英文字因为冯哥 你应该知道 他的英文就是radical 但我们通常在翻译的时候 把它翻作激动的G 但其实有很多的 包括进步的学者 他们其实是想要把激动的 radical的G 把它翻作基本的G 其实这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通常这个字 他们去追溯它的那个字 到拉丁字根的话 它其实是Root 根源的意思 所以后来翻作基本的G 其实是有它的道理 因为它原本 它的拉丁字根 其实是有这个意义的 它有一点是 在我看来是打破沙古文到底 或探究根源 所以通常有很多的 包括英文的脉络底下 如果谈到radical 有很多会觉得 那是基本教育派 有类似这种 我就是担心这个 对 可是你知道吗 在Giddens 英国的Giddens 他有一句话 因为长期 他提出第三条路 他提出第三条路 我记得我很早很早 以前他有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邓小平他讲到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要克服 到底是走社会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的道路 Giddens是为了要克服 左派跟右派 所以他就说 什么 意思是 你不要跟我说我是左派 但我是激进派 OK 某种程度上在 所以欧陆的脉络之下 它其实是还满正面 但在美式的脉络底下 谈到Ratical 大家可能会比较觉得是负面的 尤其恐怖主义出来了之后 大家都会认为说 这个东西会跟恐怖主义来连结 那台湾需不需要 需要 但为什么我们把它叫作激进 翻作基本激 是因为如果你把它激进 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它是很激动 你一定是很激烈 你一定是要嘛就是抗争 但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 如果你要激进的话 其实 基本又进步 其实我是在引射一件事情 我所有的政治主张 我这个政治战略里面的政治主张 其实对于欧洲来讲都是基本款 OK 但是对保守的台湾而言 可能是进步的 OK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双关羽里的存在 在里面 那这时候你就要检查说 好 那你如何说服大家 你的主张是基本款 因为我们都太政治民心了 大家其实都在追星 对 但我一直要告诉大家 其实你应该要去看到 它一个政党丑组的过程里面 他们追求的那个理念 会结晶化成党纲 对 对 理论上应该要谈这个东西 对 OK 但因为很不幸的台湾很少人谈 因为都看我给作证 OK 对 因为那个光源应该是受害者 OK 所以你知道 我说为什么是基本 对台湾 对欧洲而言是基本 但对台湾而言是进步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就有三个 我们有三个基本主张 这个基本主张化作我们的党纲 这三个基本主张很简单 你用右派的语言来讲 OK 右派的slogan来讲的话 它叫政治民主化 一般的公民理论上 都要支持政治民主化 第二个叫做 所谓的主权自主化 那一般的公民 也应该要支持主权自主化 第三个叫社会自由化 每一个slogan都有它的意义 我举个例子好了 政治民主化我就会告诉大家 其实本党的主张是 台湾是一个民族转型的国家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光源 转型就像 你知道 我们以前 常常我记得 因为我算长得不高 我妈那时候就很担心 你这个振滚 十六岁的时候 你知道那样振滚 她说你这个振滚都振不过 我才知道那个要转股 所以我就觉得民族转型 有一点像是登滚 就是我们要 所以后来台语有一句话叫 翻翻十六岁 体型怎会差那么多 有没有 就是说同样十六岁体格 体格很好的表示他要转过去嘛 一样的 台湾其实在民族转型的过程里面 他可能转得顺或转不顺 OK 那台湾为什么转不顺 那我为什么会说台湾转不顺 你看一下 比如说2008年 19当选之后 台湾就走向了一个 亲近中国的道路 OK 那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啊 怎么会是国民党当选之后 台湾就走亲中的道路呢 对啊 然后亲中的道路之后 而且还很多威权复辟的那个 很简单 因为他过去其实 对马英九先生来讲 因为他是从爱国的 职业学生的身份出来的嘛 对 所以他的一些行为 波斯囤通讯 对啊 波斯囤通讯嘛 对不对 他叫什么业舞台 反正他有很多的笔名 那他在那个过程里面就觉得 原来这就是他的经验 所以他回来之后 他做了很多 我们认为是威权复辟的事情 可是对他而言其实是很正常的 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政治民主化其实 我们必须要重新论述台湾 作为一个民主转型国家 我们的政治民主 这个过程一定要继续推动 可是民主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中国国民党 因为我后来重新分析 因为我个人是做政治经济学 那我的那个博论 是做台湾战后的 那个整个治理的变迁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说 2000年其实是台湾的一个起始点 怎么说2000年 是因为其实台湾有一个 我们过去都讲 台湾是一个宁静革命 有没有 对 对 也给予肯定 其实后来我发现 整的宁静革命 我对它的没有那么肯定 如果你是革命来 从过去的威权走向革命 是用革命式的断裂的话 你可能一次缴款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采取 分期付款据说比较不会痛 可是分期付款他没有告诉你 你要缴多少期啊 所以我们可能会一直缴下去啊 那这个很痛苦你知道吗 那如果缴下去 时间在台湾这一边 其实没有问题 问题是我们有一个恶邻居 我们有一个对台湾有敌意的 中国这个邻居在旁边 所以台湾就有国民党的问题要解决 因为2000年之后 李登辉他在做中国国民党的本土化 可是李登辉因为2000年选举选输了 李登辉被连战跟满酒合力赶出去 赶出去之后台湾的政治 进入了泛蓝跟泛绿 因为有一次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台湾的政治光谱 是用蓝绿在做对立的 然后你做蓝绿 后来你会发现说 本土的国民党李登辉出去了 出去了之后成立台联 然后那时候台湾 台联就跟民进党 就成为所谓的泛绿的阵营 它一个泛绿的阵营 跟泛绿的阵营就这样对立 后来你会发现 原来这个对立就是本土跟非本土 所以李登辉在带领国民党 做本土化的过程里面受到了反挫 OK 在2000年之后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OK 过去在指控中国国民党 他的外来政权的性格 其实在2000年之后又重新恢复 因为你知道 要本土化不一定会成功 这个话其实就是一个改变当中 但改变可能就是我讲的 我常常用辨证的观念在看这些事情 因为改变可能会变好也会变坏 对 我们刚好不幸的国民党 可能他想要变成台湾的一部分 后来发现他又缩回去了 那这时候你国民党问题要解决 所以我就说好 台湾的政治民主化里面 不能够容许一个不以台湾利益为优先的 中国国民党存在 首先他必须要劣结而重申 再加上他是威权政党的一个残余 那时候我们就把德国的 民主是脆弱的需要被防卫 台湾的民主敌人是谁 OK 有一个大中国的 不以台湾本土利益为优先的政党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 好 我们政治民主化里面 首先要解决的是 中国国民党的外来性格的问题 不以台湾利益为优先的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要 裂解之后重申 那这个重申里面其实是 我认为很多人听起来很激进 对不对 其实不是 这是台湾的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我才会把这句话 用群众的语言 用基层老百姓的语言 化作另外一个slogan叫 可是这个slogan很好玩 很多人就说 国民党倒了之后台湾就变好吗 我说不 为什么 我说这里没有逻辑问题 怎么说呢 我这个逻辑问题是怎样 我说国民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的意思是 国民党倒 但我并不是说 国民党倒 台湾会好 我是说国民党如果没有倒的话 台湾不会好 但它倒不代表它会好 这个东西有一点像是 我就用很简单的 你好好念书 不代表你会考试100分 但是你没有好好念书的话 你要把试考好 除非你像之前有一个 好像一个叫MC美江姐 他空中可以抓钻石 有没有 除非你有这个能力 不然一般人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我就说 国民党倒是台湾 变好变好条件 这就是政治民主化 这是他们必经的道路 那你要不要面对 像刚刚这样 听你这样一路讲来 这就是我觉得 我认识你之后 我对你一个最大的印象 你可以淘汰不绝地一直去 去跟你的同志也好 朋友也好 你可以一直去说服他们 然后我会发现很多年轻人 我必须跟观众讲 我当初在另外那个政党 对不对 后来我不是离开 我身边的人 几乎全部都离开那个政党 然后他们去哪里了 全部都到激进那边去 为什么 不好意思 不是 真的 因为其实我跟我那些年轻人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我们也会讲到你 因为我们会觉得 你的理论很扎实 你有你自己的那一套核心思想 这套核心思想 对我来讲 是我们今天要做政治的 一个必要的东西 可是我从例如说 318之后 我就发现 还是太多的明星 在台面上面 跑龙套一样跑来跑去 你问他们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些核心的 一些加持面的东西 我老实讲 第一个他们也没兴趣 第二个 我觉得更重要 人民没有兴趣 可是我会认为说 人民没有兴趣是因为 你们第一个 你们也从来不讲 第二个 你们讲得不好 是 我觉得光源你说对了 就是说 讲得不好 而且从来不讲 因为讲得不好 所以久了就不讲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曾经做过一个节目 其实就在讲 党外的 街头的政治演讲 我觉得那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政治人物的训练的一个舞台 其实早期民进党的这些能够 就很有政治魅力的 有渲染力的 其实都是在那个舞台里面出来的 因为今天 就是说现在其实政治环境里面 很少这个东西 大家都躲在媒体摄影棚里面 在谈政治 而且可能是我们的 《谈话星》节目 那个题目很多都是说好的 很多的也有选择 你到底要不要来讲这个议题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跟过去的那些政治人物 在舞台上面 街头舞台上面 面对人民跟人民报告的 那个感觉完全没了 所以我是觉得不讲了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讲了 所以后来你会发现 台湾的政治其实 表演的成分就越来越高 而且都是在跟着一些议题 就是说新闻的议题 并不是政治的一些核心的议题 是 因为政治核心议题 你要主动去讲 是 新闻议题你跟就好了 是 所以刚才那个光宇在讲说 追星没有错 这个东西后来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都一定是 明星加盟 我们难道不能够有所谓的 所以我就想说 好啊 如果我们都玩明星加盟 就主流玩明星加盟 那我要来玩一个东西 就是政党作为价值的载体 然后我们用价值来领导 我们的政治人物 所谓的价值连锁 我们用价值连锁 看可不可以挑战明星加盟的 主流的政治玩法 其实我在玩这一套东西 价值 你们对于价值的定义是什么呢 价值定义很简单 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白紙黑字的话 因为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 基本的要求 所以你知道 那个激进一开始出来 就是我刚才讲的 三个基本的主张 这三个基本主张 背后有一套论述 来建构我这三个基本主张 这三个基本主张 你会不会接受呢 比如说政治民族化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符合你左派的语言 好 政治民族化就是什么 反直 然后主权自主化 我们用左派的语言叫 反帝 反中国帝国 我们的社会自由化就是 反剥削 所以你可以称为 反直 反帝 反剥削 你用左派的语言 你也可以用右派的语言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三话 政治民族化 作为一个公民 好像要支持政治民族化 第二个 主权自主化 对 我是台湾公民 我当然要支持主权自主化 因为我不是中国公民 如果我是台湾公民 我当然支持台湾的主权自主化 第三个 所谓的社会自由化 我要作为一个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我当然要有充分的时间 所以我当然要有能够从 财米油盐酱醋释放出来的 从劳动生活里面释放出来 投入的时间 所以我当然要支持一些社会政策 能够让我们降低工时或减低 我们被绑住的这个时间 所以作为一个公民 应该这是基本款吧 只是说在这个背后 基本款的背后 它有一套论述 这一套论述形成的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结晶是我认为 激进的基本价值 但是我知道价值有 因为在文明的国家里面 因为我一直想像文明是这样 就是说一些比较文明的 先进的国家 他们可能会慢慢慢慢的 把一些东西提出来 就像我所居住的荷兰 比如说荷兰是世界上 第一个同姓婚姻 它不是同居而已 它是婚姻的第一个国家 保障的 保障的 对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但还是有很多国家没有 但是我们就慢慢的希望说 OK 我们在民主的 60分的体制之上 慢慢的一层一层拉高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 激进就是在60分的标准 我希望台湾至少在60分的水平上面 我们用我们好的民主工具 把我们进一步更高端的 高阶的价值去实现它 但是为了要实现这个 高端的价值 你必须要有60分的保障线 因为我自己知道 很多人要加入你们 还不见得真正能够成功 因为你们也许会觉得 它的价值跟你们价值差太远 对 价值差太远的可能 所以你们是有一个门槛的 是 有门槛 OK 光源 我跟你讲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今天要到民主的教室 当然要60分 你要民主之前 你能相信说一个民主国家 没有保障言论自由吗 对 不可能嘛 所以其实我们都认为民主 好像是大家都有意见 No 民主不是每个人都有意见 民主其实有很多的门槛跟前提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我们要有60分的门槛 要进入这个民主教室 你首先要哪一些 具备哪一些条件 这60分要具足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对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在台湾的特殊性底下 OK 激进的主张 60分是所谓的60分 是什么样的一个主张 是 OK 所以政治上面 我们当然不允许一个 不以台湾利益 尤其是政党存在 第二个 OK 主权自主化的意思是说 我们认为台湾是一个 属于台湾人民的国家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 你知道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 或台湾是不是独立国家 或台湾是不是一个独立 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知道很多的论述 包括国际吧 这个炒半天 可是我不跟你吵这个理论的问题 OK 我在讲什么东西 你认不认为台湾是一个 是台湾人民的国家 如果你认为它现在是一个国家 那你应该要好好捍卫它 这是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 台湾公民的责任 如果你认为还不是一个国家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 把这个国家打造出来来保障我们 所以60分钟就是台湾就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如此而已 很简单 对不对 是啊 就是这样 其实我在荷蘭以后有一件事情 很有趣 比如说我看到 有一次看到报纸报一个东西 就是说他鼓励那一些华人 如果你想要落叶归根的话 他会提供一张单程票给你回去 补助你回到 荷蘭政府 对 也就是说那是一个 华人总是有落叶归根 你想要回中国 OK 没有关系 那意思是说 但对荷蘭的原因是说 他也可以降低社会福利的支出 那你也可以去成就你自己 不管是韩仪孙或到你的故乡去 对不对 养老或怎么样 对不对 一样天年 这都很好 这是一个文明的表现 一样的道理 台湾如果有一群人 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话 那世界上其实有一个中国在那一边 就在海峡另一端 那全球化之下 你买个飞机票你过去 成就圆满你的认同 其实是一个非常和平的 可是你不能够在这里说 OK 你不能成为台湾人 可是我认为台湾是我的认同所在 这个东西就有矛盾了 所以其实统独 我一直在讲统独 是一个不对称的棋局 为什么 因为世界上有一个中国 等待你去成就圆满你的认同 可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被认可的台湾 所以我们想要把它给吹声出来 可是我们不妨碍你回去你的认同 可是我们要吹声的时候 你却在扯后腿 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棋局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讲破了 其实都很简单的事情 你作为一个台湾人 你最后你是出国留学 是 是去荷兰 可是我知道你去荷兰之前 你曾经在中国也去旅游过 去那边工作过 是 我在香港工作居住过两年 对 然后进出中国可能差不多五六十次跑不掉 对 那主要是因为我到香港的工作 我在一个劳工的一个Label的一个NGO 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 是一个regional的一个NGO工作 那主要在做的是台商 在中国的台商的 那时候叫农民工 那时候还叫农民工 农民工的整个劳动条件的调查 我在做这个调查 然后跟收集了这些东西写成报告 跟国外的一些团体 不管是宗教团体 教会的团体 或者是一些消费者团体 我们合力发起一个Campaign 要求 因为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 所以只能要求那些品牌的 西方的跨国公司 品牌跨国公司 必须要我们收集到这些 这么恶劣的劳动条件 所以你们品牌公司 在下订单的时候 给这些制造厂的时候 给这些供应商 supplier的时候 你必须要要求他们 要含瓜保证 劳动条件的提升的这件事情 OK 我那时候也才吓到 就是说 其实中国真的是非常不得了 因为我刚去 我刚去我工作真的都申请不到 因为可能是台湾人 然后我的老板是一个 香港民主党的一个 就第二把交易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所以他们可能说 这个一个台湾人 跑来跟香港的公司做事情 所以新华社 那时候还不叫中联办 后来才改成中联办 那时候还叫新华社 新华 OK 新华社就派人来找我 我那时候真的吓他 我说他们的整个情报收集 所以从此我就没有工作证 所以我就想说 没有关系 我就拿香港的旅游签证 给台湾人的旅游签证 两个礼拜就必须要出镜一次 所以我就没完 两个礼拜 对 两个礼拜 所以我就出镜就做田野 出镜就做田野 然后再回来取次 就整个renew我的一个维砂 所以那个时候在中国 那你是不是又有一个机会 重新去思考中国跟台湾之间的这种关系 是 其实那个光源 我是一个很烂情的人 然后我是会救流浪国的人 OK 我就看到流浪国 我会把他从台北救回高雄 我是这种人 我在那边真的碰到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在做田野调查 其实做访问他们劳动条件 那一些其实都是农村出来的一些 比较困苦的年轻人 年轻朋友 你访谈觉得不能工具化对方 我也很讨厌工具化对方 所以我不只是要得到 知道他的实际的状况 而写成报告 我是每一个人都跟他做朋友 可是你做朋友的时候 你真的承担不了他们的那个 就那个痛苦的过程 其实他们从农村出来 我里面很多很多故事 真的一讲眼泪真的会掉下来 比如说有一个18岁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其实是从四川 他搭了三天两夜的车 小巴士这样走出来 因为刚好在过年期间 然后到过年期间的时候 到一个台资的叫徐福记 做那个整个小糖果小饼干 就年结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工厂 要临时工 所以他三个月会扩大招收 结果反正就仲介跟他骗出来了 那好像是700块 那时候是700块人民币 那700块人民币 是他爸爸妈妈 一年农村农作所存余下来的 给他当旅费出来 结果出来之后 哇 已经招收满了 没地方去 没地方去就在旁边的一个 很简陋的小店卖牛肉面的 然后牛肉面工作一个月之后 你知道吗 老板就说你们这些农民工 都要拿赞助证 才能出来沿海居住 赞助证的意思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那个 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 里面有一个东西 它叫做 人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 其实你会发现 为什么搬家自由放进宪法 其实不是搬家的自由 是什么 你可以到处找工作 成为劳动商品的自由 对 所以因为你去看那一条的前后 其实是讲学自由 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 我想这些形额上的高阶的自由 怎么会跟搬家自由放在一起 才知道这就资本主义国家的意思 中国是不允许搬迁的 他当时候出来早期是要打路条 所以后来他们改革开放就是 可以拿赞助证到沿海去居住 所以他没有赞助证 结果老板因为工作一个月之后 牛肉摊的那个老板就去 报他们有一个保安 就说他没有赞助证 就把他抓去了 就这样 一个18岁的小朋友 然后抓去了 如果24小时没有赎回来 那时候我记得赎均是50块人民币 没有赎回来 他就要送到劳动教育三个月 然后再把他送回那个 结果他一群老乡 不知道怎么办 四川老乡 都很年轻 然后就在起起初初在讲话的时候 我过去就问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听到那个故事 然后我就说50块 OK 我马上掏出来给他 你赶快把他找出 就救回来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勒索 这些当地的 不是真正的警政系统 是他们可能保甲的那些系统 然后就为了50块 其实就勒索 好 出来了之后 那个小朋友 18岁的小朋友 他握着我的手 然后眼光是刺热的 我不敢看他 因为我其实已经开始掉眼泪了 我说这真的很简单 可是他对那种感激之亲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说 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小年夜 然后那一年我没有回家 然后我就说OK 我小年夜有时候再来一次 然后就买一些饼干 我们一起来过个年庆祝一下 然后希望他找到工作 他真的找到工作了 在一间做那个迪士尼的一个 那个填充玩具 那些木偶啊 那些公仔 的工厂工作 我也不晓得那是 那是外包的还是非法的那个 总之他怎么样呢 从早上七点工作 晚上两点 一天吃两餐 中午白米饭 晚上是那个 那个什么粥配大白菜 就这样 然后前三个月没有薪水 然后看你的表现 然后我 你知道就是这种故事 然后我能怎么办 我才知道说 一个国家不保障他人民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外来人 我真的 我如果是在那里的人 我是中国的 我是中国人 我真的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说我们唯一能做就 可是我知道我做不了 所以这种故事 都会成为的负担 然后那个负担久了 身体状况就很不好 所以我在香港就一直生病 就一直不好 因为有太多这种故事 就一直 心情很差 对 心情很差 那时候才知道说 真的 其实才浮现出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把自己的国家给照顾好 是 中国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也没有那么伟大 可以帮助他们 是 真的没有办法 这只有靠他们自己 那我能够做的 然后要对地球的文明 还有一点贡献 那就是回来 让我们的台湾变得更好 不要成为文明的后半端 那我后来才会觉得 这里面有一个概念 就像大圣佛教 跟小圣佛教概念 大圣佛教讲的是普渡众生 在我们的一个国境范围里面 都是我们同胞 我们做得到 因为我们可以 我们是他的公民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民主工具 争取我们的 我们的文明的不断往上提升 这叫普渡众生 所以在国内里面 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希望我们的台湾同胞 大家可以一起都变好 可是在国境之外 就有点像小圣佛教 那个东西变成什么呢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他们 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帮他们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信任他们有一群人 跟我持着相同的心情 也想让他的国家变好 所以有点像是制度度人 我的义务就是把我自己 给先度过去 对 那他们也相信他们 也会把他们自己给度过去 就有点这种概念后来 对 这个跟 所以我跟传统的 那个所谓的左派 做劳工阶级 左派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后来发现说 因为传统左派有一个 你可能要解放别人 我说没有办法 你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那么伟大 我那时候真的深刻体会到 我们非常的渺小 我们能够做的真的很有限 所以回到台湾 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国家 给照顾好 其实后来你去欧洲 留学欧洲 因为我很多 在欧洲留学的朋友 最后都跟你们是 基本上是混在一起 是 然后你们也在那边 做了很多事情 那些人倒也没有 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 你自己的这种比较是 中国的这种经验 对不对 他们都没有 所以就说其实 你们这个组合 讲白一点 基本上就是 天然台的一个概念 这种概念 其实我比较不会有 因为我们的整个 成长过程里面 还是一个大一统 这种观念 我们其实是需要靠觉醒 是 你们我觉得应该是天然的吧 其实有天然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跟上一代的 台湾的一些人 上一代的人不一样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有 历史情感以及 我们其实我的这一代 其实刚好 历经了台湾的整个 转型的过程 解研转型的这个过程 刚好是我们正在 读中学 读高中的那个过程 民主化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很重要 当然这一段经历里面 就分两个 第一个就你有被洗涤到 第二个没有被洗涤到 因为我的同侪里面 就是说包括我以前的同学里面 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那个非常的 不管是大中国主义者 或者说其实内建很多 威权的保守反动的这些 想法跟心态 简单来讲就是 这其实很多 所以那个 光源你知道我 激进的三大主张里面 我其实有一个东西 我一直没有讲 这可能是第一次公开讲 你知道激进三大主张 其实就要对峙台湾人的 三种基点 文化的一个反动性格的基点 华 主权自主化就是为了 反那个华性 华族性 我们的那个政治民主化 就是为了要反对整个 儒家性 我们的那个社会自由化 就是为了反对奴性 你知道我们不能做努力 有没有要整天被工作给压着 所以其实这三个主张 其实是反 就华奴如山 那三个 那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偷学中共 中共当时候 它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很厉害 他们会对社会性质进行定性 比如说他们认为 他们是一个半殖民 半封建的社会 当时候他在搞革命的时候 所以他们有三座大三 必须要克服 什么官僚资本主义 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一样的道理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在做台湾的社会性质的定性 所以我们有三座大三要克服 所以这三个东西 就会成为我们三个基本的主张 OK 所以今天算是第一次 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你这个概念 那以后我相信就说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的同志应该比较 都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吧 花如如是我第一次讲 OK 对 但有时候很多事情不要说破 其实在我认识那么多像 一起这种年纪 你们这个generation的朋友 我真的是很喜欢跟你聊天 因为从聊天过程里面 我会越来越看到自己 怎么会走过那样子的路 是 然后我会自己就是在庆幸说 我是因为留学在美国 然后看到很多其他东西 然后我就很高兴地说 其实我会看到像你这一代的人 已经有从天然台的这种概念的 前面的雏形都出来 可是你们还有很多外在的一些因素 去形塑你们今天的自己 是 对 然后我更高兴地说 其实我今天看到多少 就是我身边的那些年轻人 最后为什么全部都到你那边去 你知道就是 就是因为其实台湾的未来就是这样子 是 这真的是就是一个台湾的未来 那不管我们的原来的背景是什么 可是我们就真的 我们是台湾人 这个概念是非常清楚 而且完全不同挑战 是 那至于说 西门丁那些人 我都愿意给你们计票 你就还是回你们中国吧 和平的分手吧 对 和平的分手 你刚刚讲的那个荷兰的那个政策 是 非常棒 好 今天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 谢谢 我们大家就先聊到这边 好不好 谢谢 下次再聊一些 你那个概念实在太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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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了深夜看天下这个单元 今天我们请张国诚 来跟我们聊一下 日本跟中国的一些关系 国诚欢迎 光源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韩倍要准备访问中国 对不对 假如他们顺利的话 甚至是不是习近平 都可能去访问日本 我想可能性很高 因为从去年的下半年 一直到现在 其实日中之间的关系 是不断地在升温 去年的G20峰会 在杭州 安倍去了杭州 那么跟习近平也会谈 而且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安倍在下榻的旅馆 他写了一个条子 感谢扫旅馆的服务员 他用中文写 写标准的汉字写说 谢谢 然后书名日本国总理大臣 安倍晋三 这个当然是一个小花絮 中国当时所有的媒体 官媒 网络 微博这些 大幅报道 中国官方开放浪网民去评论 当然大部分的评论 都是觉得第一个 日本首相中国字也写得这么好 他们民族情感很高兴 第二个觉得日本首相 最想这一套 对 很有礼貌 这总的来看对安倍 在中国的形象是加分的 这个当然是刻意的就是 教好日本 这很清楚的 不然他不报 安倍总不会说 你这个我这样子条 你们怎么没有报 这不会这样 到了年底的11月17号 在APEC的会议在越南举行 习近平也跟安倍会面 谈了也谈得很不错 习近平也邀请安倍加入 一带一路 说日本企业其实有很多的机会 意思就是说 我也不会钱不给你们赚 这进一步的又交好了 那么到了今年 其实东北亚情况整个改变了 美国的川普总统 跟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也会谈了 然后文在寅 南韩的总统也已经访中了 文在寅也访美 所以整个这局势是相对来讲 是走向一个和平的 相对来比较和解的一个态势 所以这个情况下 中国如果还对日本 比较强硬的这种姿态 可以说是 这个时候可以说不是食物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 目前因为美中贸易战打得很厉害 所以中国当然希望说 跟周边的国家改善关系 它才有更多的筹码 面对美国的压力 至少不会多处为敌 日本再怎么样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它在中国的投资也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贸易来讲也是相当彼此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 所以它这个时候跟日本利用高峰会 我想这个是很合理的 第三就是台湾 现在来讲因为冬奥公投 已经顺利地达成了联署的门槛 对 换句话说 年底一定会在大选中举办冬奥证明的公投 冬奥证明是2020年东京奥运 这跟日本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是 所以在这个年底的中国跟日本的高峰会里面 有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会 在高峰会如果气氛不错的话 如果他有准备的话 他有可能要安倍对于冬奥证明 就是说冬奥运中台湾使用的名称这些方面 日本政府的官方表态 OK 这不是不可能的 因为当然奥会 奥运是国际奥会主办 可是日本毕竟是地主国 他的这个态度其实还是非常重要 那么安倍当然这个时候就 对他来讲这就是一个考验 也是一个机会 因为他要怎么表态 这其实是两国外交的重要大事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说 最近的台日关系 似乎没什么特别的进展 譬如说我们先前讨论过的 这个日本五线的核实的问题 对 这个台湾其实对日本还是不松口 不是那么友善 对 日本再三的表示说 这一点其实是 对他们来讲他们是感到很难过 那个外交辞令他们觉得很沮丧 这其实就是不满意的 而且现在中国也放了 中国对日本已经放松了 已经同意他进口 所以这一点来讲 中国是没有什么好被日本批评的地方 OK 那相反的只有台湾了 所以在这个台日 因为核实问题还没解 日本对台湾还有意见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你要安倍在这种场合上 对冬奥证明的这件事情表态 台湾能够期待他怎么说呢 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小英政府 要考量到台日外交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的事 是 我们一定要掌握外交上 这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当然我这里不是说我要支持核实 或者是不支持核实 因为它现在已经进入公投程序了 我们就让台湾的全民 这个直接来决定 不过这一点我认为说 就算现在这一次高峰会 这个习近平不该被谈 迟早也会谈 他这个层级不谈 外交部的层级也会谈 一定谈 因为台湾这个冬奥证明 中国其实是很在意的 那又在日本举行 那这个日中关系又有很特别的这种历史因素 这个情感说 如果你现在是在欧洲某个国家举行 那可能概念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想这一点 其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就是这一次 这个双方的高峰会 一个特别跟台湾会有关系的地方 OK 那日本跟中国当然 照你刚刚这样讲 官方它的那个关系 慢慢慢慢就说再加温 可是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印象 就是说民间的 日本人对于很多中国游客的印象 就是说两个国家这个民间方面 他们这个关系现在怎么样 现在的关系是这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嘴巴上 言词上 舆论上 新闻上 这个当然中国对日本还是很多批评 这是事实 网路上的言论的民间 可是也是同样的民间 历次的长假 中国的所谓黄金周五一长假 十一长假 赴日旅游的人数 团数是屡创新高 然后他们带回来的商品 这种所谓的这种 这个金额也是屡创新高 这个是非常确定的一个趋势 在日本方面 其实当然也意识到中国现在 在安全上给它有压力 然后中国的旅客在日本 其实风平也不是那么好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来了总是带来人潮 带来钱筹 增加了雇用 我想这也是一个事实 当然它有一条龙 不过日本政府对一条龙的管理 比我们这里要管理得好得多 所以说它的日本 中国的团客到了日本 不会说所有的钱都是不落地 全部是中国赚回去 然后这一点来讲 日本在各方面的管理 做的是比台湾要到位的 所以这个观光对他们 还是有好处的 中国也知道 这个观光对中日关系 影响非常重大 它在日本搞这个一条龙 搞这种垄断 搞这种低品质旅游 没有像台湾搞得这么明显 因为它也要顾虑到日本政府 日本社会的观感 也是要让它有点前赚 那这个当然很多人就说 你看这个反日 这个效果还是不好 这个大家 假日还是往日本跑 买东西也还是从日本带 这个骂也是骂日本 这个形成了一个矛盾的情况 这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那经济上面是这样子 可是军事上面 美日这个演习 那到了南海去 那中国应该是很不高兴 那当然 这个基本上 这个美日演习 这个逐渐的 这个所谓的印太联盟 这个扩大 这个方面的合作 这当然是针对中国 那中国当然也看得很清楚 不过 中国一直认为 这个美国跟日本 也不是百分之百贴板一块 它也是可以 中间是 就是还是有见风插阵的空间 他们认为说对北京政权的承认 美日就有很大的落差 日本1972年就承认北京政权 美国拖了很久 那么贸易 来往这些 美国这个二次大战是帮助中国 所以总的来看是合的 但是二次大战日本是侵略者 所以很多方面 他认为说这种处理上 不管是文化上 宣传上 统战上 经济上来讲 还是非常有空间 尤其现在中美贸易战 他也不要把日本扯进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我看还是分开处理 你批评只批评美国 在军事上不批评日本 当然这个 但是在二战责任这个 当然他就批评日本 他不会批评美国 好 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这个过程跟我们聊 中国跟日本的一些事情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